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图片来自网络在夫妻生活当中,都说只要做到相敬如宾,就能很好处理好夫妻之间的关系,其实不是的,相敬如宾固然重要,但是却也是最死板的做法,夫妻之间千万不要太相敬如宾了,这样只会让夫妻之间的感情渐渐的走向沉默。 在一个家庭当中,要是想不那么沉默,作为女人一定要多学会一些事情,比如,在夫妻之间,女人要常提这几个无理的要求,反而会让男人更爱你,也是增加夫妻之间的感情,真的作为女人可以尝试一下。 第一个,没事撒撒娇,也许你觉得撒娇这种事情,不应该在婚后再出现了,其实不是的,特别是男人,谁不喜欢撒娇的女人,总比平时狮子吼的女人好吧。 不都说了,撒娇的女人最好命,千万不要把这种女人的偏性给磨灭了,时常的撒撒娇,但是不要过分的撒娇,那只会让男人反感,因为夫妻之间肯定是。 把握那个度,别撒那种让人觉得恶心的娇。 第二个,时不时问下工作有些男人觉得,我的工作你问那么多干什么,只要给你钱花就够了,你要想得到自己男人更多的爱,就要时不时问候一下,不要过分的询问,有个成语叫做适可而止,不要追问到底,但是要是男人不想告诉你就别问了, 但是你问的方式,一定要委婉,这样才能让男人更爱你,会觉得你不只是一个妻子,更是一个可以倾诉的朋友。 第三个,偶尔找他拿钱给婆嫁买东西在一个家庭里面,女人最怕的是和婆嫁相处,不管在什么时候,总觉得婆嫁不如娘嫁,可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思想,你要想自己的男人多爱自己一点, 就直接找他要钱给婆嫁买东西,不要觉得好像娘嫁就不用了,你要是能知道,什么该买和不该买,一般给你的钱应该购买两家的东西,也许你的男人会心疼钱,但是绝对不会心疼给自己父母花钱,要是欲。 第四个,他出去见朋友,你要他早点回来,就行不管在什么时候,男人都是好面子的,有些男人不愿意让你出去见他朋友,你不去就是,也不要表现得很不爽,没必要,只要是合理的你都可以接受, 你要帮他走的时候,提出你要早点回来就行,这个要求绝对是不会错的,因为你不会跟着他去,也不会查岗,只是需要他早点回来,让他知道你不是那种,追根问底的女人,自然会更爱你。 结语,夫妻之间,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,都希望彼此是自己一个人,可是当一个家庭组成之后,并不是一个人,而是几个家庭,考虑的事情要多了,但是作为心细的女人, 记得要常常提出这些无理的要求,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没那个勇气,要自己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,只要是不过分的,男人绝对会爱你多些。